现在我手上这只漂亮的复古颜色的蜂鸟 就是来自Gibson的Tom Morphe 也就是Morphe实验室 Morphe Lab Morphe Lab它的特点就是历史性 做就性 音色上也还原那种老的琴应该有的声音 这个琴的型号叫1960蜂鸟 同时Tom Morphe 也就是Morphe Lab 在上面做了做就 这种做就 不管是它的外观 它的油漆 它的零部件 甚至你可以透过阴孔看到它里面的木头 也是那种偏身的 充满了岁月管的木材 这个琴相对于现在的心情 它的重量非常的轻盈 就好像木头风干以后 它的含水已经变成了结晶 重量减轻那种感觉 作为经典的蜂鸟 它是方间的地形 有效咸长是短咸长 短咸长弹起来舒服 同时它箱体又大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一直称Gibson的628 像这种蜂鸟会结束 就是短咸长之王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面板 藏的是这种西蒂卡的云栓 同时做了热处理 那么通过光源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面板上 它有很多 其列的痕迹 非常的多 红硅色的护板 这个护板 其实看上去也不像太新的 也是做旧 那它的纸板和它的琴马 都是藏的玫瑰 纸板上面有平行四边形的珍珠墓碑 上弦的固质 宽度为43.8毫米左右 那么琴头 它的卷弦器 采用的是这种玉石扭状的旋钮 母背的logo 也不是现在特别白 而是泛着金黄的颜色 卷弦器 这种复古的全封闭卷弦器 琴锦 Mahogany 背侧板 Mahogany 那当然 看它的背侧板 也有漂亮的其列 那包边的同样 它也不会采用那种白白的 而是采用这种 奶黄色的 ABS的包边 那这个琴呢 它的油漆呢 和现在的消极油漆 有点不太一样 它模仿了 上个世纪 那个年代的消极油漆的配方 其列了以后 看上去更好看 当然自然的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琴呢 是一个原生版 再看一下英孔花环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插痕 就像用了很久一样 这个琴呢 实际上在它们的作就里面 叫light age 叫轻微作就 还达不到这种重度作就 那这个声音 让我来感受一下 和蜂鸟的标准版相比呢 就是它的声音更加成熟 如果说 标准版的蜂鸟 是一个充满力量的 20多岁的小伙子 那这个琴的声音呢 它就像一个 四十五十的中年大叔 充满了魅力那种 就像我一样 那这个琴的声音呢 就像我一样 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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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